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懷念最美一天 因為明天該好好歸還 多牽絆無數個你在心間 相遇不算晚餘生多幻顏 無論多遠旅途不散 為你心安 當困擾領悟 愛怕一生斷 無論多難因你勇敢 陪你閃耀 當白雲飄飄 搖籃天看到 啦啦啦啦啦啦 懷念最美一天 因為明天該好好歸還 因為明天該好好歸還 您可回來了 這半道上我那車熄火了 鼓得了半天也沒鼓得著 怎麼了耽誤事了 您這想哪兒去了 我是說呀 您那車可是大班 用它拉這雞鴨魚肉 您不嫌鬥您那車興啊 我早說質疑面包 份兒不答應啊 不坐我的車坐哪個車呀 先看看來找浩花怎麼樣 走走吧 怎麼了買咋了 這魚要是花了動 它一嘴不成形啊 這都有味啊 這沒分用啊 您這菜夠了 肯定又讓人給蒙了 這這小黃花也不是活魚 可不就這味嗎 可要用它炸出來 這客人一嘴退菜 您信不信 咱這飯館不是沒出過這種事啊 這一直不上課 份兒都嫌得咱這個菜 做的質量不穩定 就這樣的原料 我們再有能耐 他也做不好不是 老楊這我得給你掰一隻掰一隻 我買的小黃花怎麼了 和那飯館生意不好 現在你賴我頭上了 不是你問我 我不得說實話嗎 不是不是不是 又怎麼了又又又又又怎麼了 又 動不動得給我甩片電話 那行 我告訴你老楊 我忍你不是一天兩天了 行了 您還別忍啊 我走行不行 行行行 還來勁呢你 你給我打工呢你 走 你不算了走了 行了不行 你還別忍了 行不行啊 楊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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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別著急別著急啊 那個是他不帶全是他不帶 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別跟他一般堅持啊 份兒 趕緊去讓 我幫忙幫到現在可以了吧 我看出來的有他在沒個好 別別別楊哥 楊哥您您現在別別說這氣話 您您這要是走了 我怎麼辦 這飯館怎麼辦呀 那這麼著呢 你現在馬里找人 我再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到了月底我就走行不行 不不不 楊哥您說得簡單 我上哪兒找你這麼好的廚子呀 而且您要是走了 您就眼睜睜看著 咱們這館子就這麼倒了 要不這樣好不好 馬上就要到旺季了 今年旺季如果生意還好不起來 您就走您的 我絕對不攔著 但如果生意好起來了 正在幫我幾個月行嗎 楊哥 楊哥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行嗎楊哥 我全都是看你那兒 我跟您說 氣過根都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行吧都這麼著吧 一言未定一言未定 謝謝楊哥 什麼人頭 來 吃病 以後採購的事你就別管了 行行嗎 就憑你買的黃花魚 就憑你對楊師傅的態度 要不是我说好话 人家明天就走吧 走就走 吓唬谁呢 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两条腿的厨子还不好找 你这算帮我不行啊 杨师傅要真走了 咱们这馆子真的开不下去了 不管怎么说鬼 是他老板呀 给我装什么大个的呀他 我还不能说他了 他哪儿跟你装大个的了 你凭良心想想 杨师傅 小真小绿他们 不是对嘴巴仙有感情 是对我有感情 要不然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你倒好 得谁骂谁 你自己想想 就小丽 小丽被你妈哭多少次了 我不都是为了饭馆好吗 我知道你是为饭馆好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为我好 那就看在我们的面子上 帮我为为人 对他们态度好一点 行吗 好 我相信啊 还你怎么演的 走了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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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在这底下放一层竹壁子 又放一层铲子骨啊 是防止肉啊 粘在锅上 别烧焦了 又跟您学一招 你那个料下棋了吗 这八冷八热我都准备棋了 这主菜是您准备的 我就不清楚了 是啊 当然是我备了 让你备你敢吧 当然敢 口气还真不小 大妈 这盘子太漂亮了 是古董啊 那倒不是 这就是今天晚上 咱们吃饭用的家伙 吃顿饭要用这么好的交火 这顿饭一定很美妙 美不美的 比大爷打拙 就开始忙活上了 不是 做顿饭还有忙 两天啊 当然 太奇怪了 我还是得去看看 我大爷是怎么做的 你别进来 你晚上就等着吃吧 你大爷有个毛病 我忘了告诉你了 他做饭的时候啊 不愿意旁边站着别人看 还不让我看看 太遗憾了 那行 我还是去找晓晓聊聊天去吧 去 行 来吧 看看这汤好了没有 我估计差点锅了 爸 这汤真鲜啊 这酥造肉啊 靠的就是这酥造汤 这酥造汤 是不是跟一般的高汤不一样 闻出来了 那我问问你 怎么不一样玩 您加了中药了 鼻子还真尖 我那里放了丁香 肉桂 沙仁 甘草 豆蔻 广皮 桂皮 一共九味中药 是不是美味中药的剂量 都得精准 那当然了 那放多了真成中药了 根据不同的季节 那得调配 这里学问的 您给我说说呗 现在哪有时间呢 有空空再说 小小 你片子怎么还没拍完呢 主播还磨蹭我们老板嘛 想让他多批点钱 但是老板说 说那创意吧 就太腻歪了那个爱情 就跟那饮料真实的不搭 他哥们不懂啊 这是浪漫话的夸张 是一种幽默啊 没错 说到了爱情啊 我特别好奇 你奶奶是个大哥哥 你爷爷是个厨子啊 那他们是怎么爱上的呀 这我哪知道啊 你要想知道 你问我奶奶去啊 那天我请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句 结果被你奶奶爷爷 开玩笑掐过去了 那是不想告诉你吧 不过你要真想知道 这事就得问我奶奶 那你奶奶的事情你不知道 那你小姑的事 总该有知道一点吧 我小姑怎么了 你小姑专心的条件这么好 那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呢 你要是问这个 这个我还知道点 那你快说说 嗯 其实呢 这简单说啊 这就是我小姑的命 其实她之前她也不这样 跟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 她 她那会儿还挺爱闹爱疯 爱笑 也挺开放的关键是 是啊 可惜啊 这大学的时候 她爱上一不该爱的人 结果受伤了呀 这一次给伤彻底吧 伤透透的 嗯 从此就成这样了 就开始搞学问 她就很难再轻易对别人打开心扉了 就感觉 我感觉对爱失去了激情 那小小的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的初恋悲剧是什么样的 她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 你这儿瞎打着什么呢 跑我们家底儿 我 干嘛呢 你 你怎么不说你啊 你怎么样 我看你这儿也老谈恋爱 你怎么也耽误到现在啊 怎么到俩一个没追上 没有 在国外晚点结婚没事了嘛 那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 你现在告诉我 你给向东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啊 什么叫发展到什么阶段啊 我们俩就是哥们儿 兄弟 哥们儿啊 骗谁啊 真的 我正正跟你说啊 我们俩之间 纯友谊 没有别的 好好好 我信我信 大妈 张静 大哥 三哥 晓晓 文俊 你们知道吗 为了这顿饭 我都懂了好几天了 我太高兴了 来 大妈 你的玻璃啊 还清明消纳 您太客气了 因为我知道 不能控制手吃情啊 这是一个北京人的老理 对不对 你住进这院子 那老理多了去了啊 你且学哪儿 对 妈 人家外国人的礼节呀 收到礼物 必须当面打开 还有这一双啊 不知道 好 打开 你怎么送我奶奶一玩具啊 我小时候玩过这玩意儿 西洋八音盒 这里送得好 真好玩 这里边还有一卡片呢 妈您看啊 祝大爷大妈 永远浪漫 恩爱百年 都老夫老妻的 百年可不该系啊 妈 您和爸必须百年啊 必须百年 我们的呢 你赶紧的呀 放心啊 哪个人都有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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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伟 我这里头不是个玩具吧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买的你不知道啊 你知道啊 这怪个人礼呀 这礼物啊 都装在盒子里 到时候呢随机发 发到什么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朱安新啊 我们的礼 你居然都懂了啊 我当然懂了 其实啊 不在意礼物是什么 在意的是一份惊喜 那个没错 那我们就笑纳了啊 看看惊喜 打开吧 看看 看看看看 张一元 谢谢啊 看看我这个 好项链 看我这个 你真不知道吗 大伟 怎么到我这儿是袜子呀 你成心的吗你 穿着呢 我才能 妈 咱们上桌吧 对 好 咱们 来 吃饭了 行了 大伟 大伟 今天啊我再交给你一个 老北京的礼节 今天啊你是主宾 你呢要坐在主位 要坐北朝南 冲着门口坐 一等陪席的是我爸我妈 坐在东边 我 你三哥 还有劲儿他们 我们几个坐在西边陪你 我们属于二等陪的 有这样呢 我又许得了一个 北京人的礼仪 太棒了啊 来 妈 来 来 单位 请 上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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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奉生了 太棒了 大伟啊 这道元帅虾卷 还有那个香酥鸭方 都是国宴上的菜 但今天的主菜呢 是这个 好香啊 这是什么菜啊 这道酥造肉啊 是根据爱新觉罗 普洁先生的夫人 撮鹅浩写的这个 《实在宫廷》里记载的 这道菜啊 是经过加工改造出来的 话说当年呢 乾隆四十五年 乾隆爷呀巡视江南 来到了安兰园 陈元龙的宅子里 这个陈元龙有个厨子 叫张东关 他烹饪的菜肴啊 使乾隆爷龙岩大跃 就把张厨子带到宫里了 乾隆爷呀喜欢吃胃后植物 这张厨子呢就用香料烹饪了这道猪肉菜 因为张裕厨是苏州人 所以把这道菜就命名为酥造肉 北京城那炉主小长的祖上啊 那个小长臣 当年就是以卖酥造肉为营生 大卫啊 这道菜呀做起来可不容易 光吊汤带做肉 用时整整三天 是 大爷 你等一等啊 大卫 干嘛去 我大爷的菜太有文化了 全都是艺术品 我要把它们拍下来 大卫这孩子还真有心 你 三儿 三儿 不瞧咱爸这手艺 这文化 大人求我这教你都不学 总结人 份儿想学吧 爸我不教 别讨事啊 我们家一个做的一个吃的就够了 爸 要不你就多教教份儿 大卫啊 就凭你这态度 是吧 可算是如子可教 那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讲一讲 我们中国的餐饮文化 说起中国菜啊 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 我做的宫廷菜啊 这一路啊 最讲究外观 造型 还有色彩的搭配 你看 这鸭方 唯配香酿 四种办法全用上 咱就说这鸭方 底下垫你这一层花瓣的这个黄锅片 这叫以素为婚 嗯 还有那个干烧灌汤黄鱼 鱼肚子里啊 要放青豆笋丁 还有果腿 这叫辅料 酿煮料 还有这道 元帅虾卷 跟这个肉馅蛋饺 他搁一块 这叫配 要配出黄龙踏雪梅的这么好听的名字 戴伟 你今儿真是有口福 今天这菜呀 好多呀 都是当年我爸在国宴上做过的 今儿你都吃着了 我真的太荣幸了 大爷为了交代我 还做了这么多 这不算多 当年我爷爷呀 给靖王府做了一回 流水的满汉全席 上面飞到地下跑的 山珍海味一英俱全 两百多道菜 吃了两天六多 这也太多了呀 老伟啊 我们中国菜呀 分鲁菜 川菜 粤菜 淮阳菜 各有各的特点和风味 我先跟你说说 山东鲁菜 爷爷您还说呀 行了 行了 要等你爷爷 把他这个菜说痛快来呀 这些菜都得馊了 大家吃吧 快吃 快吃 来来来 包包包包 冬块冬块冬块 这顿饭 忙活了三天 要是没有大卫这一生好 你都冤死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借着请大卫 是吧 也让你解回馋 把全家人招货回来 遮囊遮囊 老婆子 你跟我说实话 我炒的这几个菜 照以前比 有什么差事吗 你还别说 你这老头子 就这点让人服气 都这么大岁数了 可那手艺还惨 怎么说 撞年轻的时候比 还是差点杭水 我这几个儿子啊 没一个争气的 可惜了我这身手艺 只怕是 到我这儿就断了我 你别那么死心眼 爸 我看放这儿孩子 悟性挺高 人也实在 你就把手艺传给他 我倒是想传 可是老祖宗的规矩 不能破呀 要说老爷子的手艺啊 那全北京城 还真没有人比得上他 你说爸 这一做上大菜 两眼放光 至少颠老高了 一战战大半天 比我都有劲 老头这身子骨啊 是常年练出来的 他再练 岁又不饶人哪 老阴阳烧厨子 老了就是老了 这老了真不行 再过几年 他就颠不动了 爸要是能把 这肚子里的厨医 都交给我 那就好喽 你 我就纳闷了 你说你女的 怎么这么喜欢当厨子呀 也挣不了撒瓜俩枣的 我也真纳闷了 你怎么就这么瞧不上 你爸那手艺呢 让我颠大勺去 当碎催 伺候人 这活我干不了 我随我妈了 任何行业干到尖上呀 这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收万人敬仰 就像老爷子一样 这叫万人敬仰 要到他那份上 得遭多少罪啊 到了还凑合 要没到呢 不就是一催杯吗 打下手的 关于跑坛里 有什么区别啊 老爷子要把手艺传给我呀 我就做得到 让老头把手艺传给你 那可难了 也是 往常做菜呀 我都看着 这一到关键的时候 也不告诉我 就像今天 这塑造肉里 我问他肉和药的比例 他就怎么样都不告诉我 美孩有美孩的规矩 什么规矩啊 现机不可泄露 饭馆都这样了 你还说风凉话 好 哥 怎么了你这儿 你那么深沉的脚 说这见摊的 看着自个儿的媳妇 忙上忙下忙里忙外 累得跟狗似的 还忙也帮忙上 这算什么呢 哥 你也甭埋下自己 怎么就没帮上忙啊 我这借天帮他拉客 您瞅我这脸上太阳晒的 可没说您了 您是打死不进厨房子主 是不 为了老爷子为了嫂子 这不也破了力了吗都 谁说打死不进厨房 我说的是打死不上灶台 不碰锅手 不碰锅手 那怎么办啊现在 我琢磨着 这八仙的租金 顶多还能扛一个多月 还过一阵子 就该到十大海的旅游旺季了 是啊 往年那时候这人乌鸯乌鸯的 你说哪个饭馆不活呀 咱要能扛过这一个多月 扛过这几个眼 扛到旅游旺季 说不定罪八仙就删起来了 你说吧你就 你自己都说 咱扛物到旺季了都 得想折呀 咱人干吗的 是 租房子呢 对呀 与其好在饭馆 还不如用咱俩的长寿 杀出一条血路来 是 是 杀 杀你光说杀咱哪儿杀去 咱有啥辙咱 你还记不记得 戴维那几个洋朋友 说好几遍了 要住我那两家院子 那根几个给的租金 不可能比戴维给的低吧 你别闲了走走走走 别闲了走啊你 再消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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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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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停这儿消停开 我那两个院子哪儿找去 有吗 那今儿想想 叔啊 是 古楼 钟的妈那房子 您好像知道了 当然也知道 安检北房 多门多院 连屋带院子 又不都平民 那有点好啊 是吧 没想啊 这钟的妈 无儿无女 这老伴头几年就走了 现在整个儿一孤寡老人 我前两天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说什么以后 想去个老人院啊 还有行工夫呢 跟老太太聊天啊 这 我这不跟老太太套得近乎吗 再叫黄小狼给鸡拜您 这说吧你要干吗 你这话说呢 我这纯粹学雷锋做好事 说你要干吗 哥 您看这钟的妈 妻子多了 时不时犯个老年痴呆 又没人照顾 咱说句不好听的 你说这样有什么事 这 这死家里都没人知道 你嘴怎么那么碎呢 我这个意思啊 咱呀给钟的妈找一个 顶级的高级的养老院 你瞧 第一 有人照顾 第二 医疗设备齐全 有吃有喝的 对不对 关键 有姨妈老头 每天陪她聊天 这暗想晚年多美啊 是吧 你还别说 这招还有点靠谱 是吧 那咱就 喝个钟的嘛 走着 我跟你说啊 但是这房租 咱可一分钱不能挣啊 不是 真是雷锋钱 不是雷锋钱 但有装修费 就是你知足吧 多少人顾挂老人的钱 就缺德了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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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采家吗 谁啊 我 喂 找我有什么事吗 发什么愣啊 没 没 没什么 对了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嗯 然后你看天气又这么好 我听小小说你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呢 没错 那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采访 采访 采访 行啊 你想拍什么 北京这座古老城市可以拍得太多了 这倒是 你看啊 故宫 北海 颐和园 景山 天坛 这可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宏伟建筑 你想拍这些吗 那倒是没有 你不会是想带我去拍长城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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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我今天想拍的主题 那你想拍什么呀 胡同 和收获在胡同里的人 这个主题好 你等着我啊 好好好 钟大妈 真是有些日子没看见了 你还真精神 是 这气色 哪像八十的呀 这是小辈儿的一点心意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 我说 你谁呀 说那妈 您都不认识我了 我彬子呀 庄家老三 人家还小坏三 三啊 还好 你都长这么大了 结婚了 好嘛 我儿子的白天 您还到家喝酒去了呢 是啊 您不会假装不认识我吧 哪儿呢 我当然认识你了 你不就是庄家老三呢 对了 你还砸了你家好几个瓶子 这有多少年的事了 他妈还记着 是 好的没记住 这不好的全记着呢 去去去 别打差你去 范儿啊 您怎么就想起来看我了 还 还这么破费 你这个 这怎么话说的 我想您了吗 这不是猴子吗 她跟我说 是 这阵子老陪着您聊天 说您身子骨不好吗 我一听就急了 我说钟大妈那是看着我长大的 哪能被人管呢 是 咱不管谁管 是 知道吗 我哥呀真是这么说的 算你小子有良心 知道吗 其实啊我早就应该来了 就咱们这些老街坊的呀 您是对我最好的 和我们家走的也是最近的 您还记得吧 我小时候老到您家里来 帮您干家务 买白菜呀 搬风而煤呀 换煤机关的 您还记得吧 记得 有这么回事 一说这些啊 我就想起钟大爷来了 我小时候可没少 蹭钟大妈家的饭 我钟大爷那烤的白鼠啊 蒸的那个余树前的窝头 真好吃 可惜了 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他走了想复去了 把我一人撂会这儿呢 不会的 不会的 大妈 您不是 还有俩儿子呢吗 得嘞 我给你们切传儿去 别别别别别别 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千万别动 您可别动千万别动 不合场了 我们俩就是陪您聊聊天 是 给您解解闷 是 好 那咱们就说说话了 来 钟大妈 要说这北京的养老院 没有我不知道的 您就交给我 我保证给您办的 漂漂亮的 舒舒服服的 这么说 你们俩能把我安置吗 不光是安置了 还得让您这老年生活 过得真活神仙是不是 我 是啊 能当活神仙 那可不 您不知道吧 咱们国家啊 步入老龄社会了 党和政府啊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对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就是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 得到全面保障 质量得到全面的提高 多好 咱们北京现在到处建阳老院 设备本齐全 我们给您挑的那劲啊 是全北京最好的 也不远 就在北京近郊 山清水秀 那漂亮极了 空气也好 是 咱妈您听我说 您住那房子 就一套间 厕所 那都是电子拔筒 李雨菅大宝盆子 而且里边的医疗设备 那都是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啊 这啊您这心脏啊 不舒服血糖啊血脂一高 护士立刻就得过来 您说这您多踏实了 您要是小玩 唱歌跳舞 写字画画您俗变法 您要愿意打麻将啊 什么老头老太太都陪着您一块拿 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 哪天您想出过旅游去了 没问题啊 保镖随时跟着 护士旁边得掺着您 您多美啊您 这感情好啊 是啊 可我这一穷老婆子 哪人家能让我去啊 您这话说哪去了 谁穷啊 您可一点都不穷 我跟你说啊 我还不穷了 我那存折上没几个链 大妈 您都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富吧 是啊 比我们俩富多了啊 您得钱 这贝勒都花不了 是 在哪儿 在哪儿呢 就在这儿 是 这院子 这屋子 全是钱 你们俩这什么意思啊 妈 师傅要跟您说了吧 我们哥俩来啊 就是来帮您租您这屋子 和这院子来了 资您愿意 养老院 立马入住 您就每月租房子的这些钱 我跟你讲 花不完 飞行走售云中宴 陆地牛羊还得先 敞开了吃 敞开了点 花不完 还有素语 是啊 你说的这真的假的 别跟这儿忽悠我 大妈 忽悠谁 我也不敢忽悠您哪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您是我亲大妈 您就放心了